都第四块了 妈 吃饭就吃饭 你总盯着我干嘛呢 搞得我跟做贼一样 来 大孙子 赶紧吃肉 不吃 都让你妈吃了 都那么胖了还吃肉 赶上啥子吃 吃啥啥没够 快吃 大孙子 嘿 小兔崽子 比她吃干嘛 多浪费啊 奇葩婆婆每次在我吃饭的时候 就开始记住 妈 这才五点半 你动作能吃点吗 这都几点了 你还不吃 我儿子在国外 天天累死累活地挣钱 你倒好 天天在家享清福 当时是您说孩子 想离不开我 硬逼着我辞职在家的 你天天的 我说一句 你有八百句等着我 死懒死懒的 忙啥呢 满头大汗的 焦园子 种辣椒 这么热的天 你也不知道休息休息 我儿子不在家 你跟谁聊呢 我要不要脸了 这一天天的 不是跟这个聊 就跟那个聊 等我儿子回来 我都告诉他 来来来 妈 你跟我爸聊一会儿 咋了 闺女 爱欺负了 没有 没有 你都晒黑了 爸 爱欺负了 跟爸说 爸去给你摆平 没有 我在这挺好的 没有人欺负我 你给我儿子打电话 说啥了 他说要跟我分家 你不就是要分家吗 以后我做的菜 我自己吃 一楼归我 二楼归你 你过鬼二楼去 妈 什么叫一楼归你 二楼归我 这房子是我买的 这是我儿子的家 又没住你家 我住的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自己看 这房本上是我的名字 哎 谢谢 你 你还吃呢 都吃了十二个饺子了 妈 我累一天了 你就别数了 拿来 我让你吃 都这么胖了 还用心思吃 你是输狗的呀 这么护食 不对 我们家的狗都没有你护食 爸 你咋来了 我要是不来呀 都不知道这个老妖婆 这么欺负我闺女 呸 给你 吃吧 什么人啊 你还知道不高兴 我要是天天 不让你儿子吃饱饭 你高不高兴 是真能捉呀 我闺女她一个人 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 你不搭把手也就算了 还天天胡搅蛮缠 作为作福 在我闺女的房子里 可真欺负她 今天我就住下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硬招顺招 妈 来两个包子 好 妈 闺女 你认错人了吧 她是你妈 快走快走 妈 这么好吃的饭 有些人就没这个口福 回来了 今天怎么那么晚呀 我今天要不然当然晚了 哪像你个家庭主妇似的 在家天天写 我 有些人的 你多看他 女 Templ人 吃饭 然后是在家庭主妇 你认识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们 我 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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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当了吗 千岁呀 妈跟你去舞蹈班 你别看我都六十岁了 但是妈跳舞啊 还是蛮不错的嘞 哎呀 哎呀妈 你说什么了 老毛病了 看来我这舞啊 是跳不了了 妈 你别担心 试试这个 奇症消灯贴高 对 但它不是一般的贴高 它是师父技型 里面都是生长在 里面都是生长在 三千五百米到五千五百米 西藏的脏药材 太好了 我都多久没跳舞了 这回咱俩可以通肚宽宽的跳了 而且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六日 可以参与其中消灯天 这师父背身体挑战赛 太好了 儿媳妇 我跟我那些老姐们 一起去参加 妈 你俩都去跳舞了 我也想抱个健身班 你都多大岁数了 孩子爸爸想参加什么 爸费钱 小心底下跑跑得了 妈 全家桶应该一家人分享 全家桶是鸡的全家 分享什么 儿媳妇 你吃完了吗 你 把这些收拾了 不是骂我 走 阿姨这么大心 跳的还是这么好 一点也不说我们年轻人 儿媳妇 继续跳 儿媳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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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 儿媳妇 如银钉 因为 百年轻人 民